行走中原感受厚重河南 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河南徽县 也为徽县孕育出了众多的古村落 今天我们就来看其中的一座新庄村 走在这样的村子里悠然自得 到处都是老房子 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是几百年的历史 这里的房子多旧地起材 用石头筑成 看这一排排的 码得整整齐齐的 简直就是石头的艺术 不过很可惜 这样的老房子 大多都已经废弃 无人居住了 这房子是两层的 石头筑成 不见的房子就是街市 没人住了也还是街市 股价都在 看这完完整整的 很漂亮 也很整洁 只是可惜了 那边的那个就没那么幸运了 上方的屋顶已经塌了 我们再往这边走 啊 拍了视频 都是 石头小镜 很有意见 只可惜这房子废弃了 现在应该是养的牛 显得有点儿凌乱 这在以前啊 也都是比较 殷实的家庭 建起来的 原来上边应该含有刺 现在脱落了 这还有一块石头 可能是上马式一类的 好 是 有什么 这边这面墙在这里就充当了隐蔽的功能 这档视线当然了也可能有一些辟邪的作用 都没人住了 看这池头上写的是福字 在门上也有四个字 人民食堂 特殊时期留下来的吧 这里的房子都是一身旧式而建 高低错落有致 这是上面这一块 可谓是趋近通幽 走在这里面 静静的 非常享受 可以忘记城市的喧嚣和吵闹 看着墙上 那边的窗户 这是边的小装饰 是吧 我只会住宓宵 有人跟他们说 这个人都不是说 我们看不见了 这个人们还说 我们看不见了 我们看不见了 有点不见了 我们看不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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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多年 我们就去拍了 老院子啊 杂草丛生 这也是一种生机吧 这可是高门大院 以前住的也是村里面的有钱人 屋顶的瓦片掉的差不多了 下方简单的木雕花板 已经变成了威房 这有个门可以走进去 我们进去看看 同样是非常破 上边露顶了 这一间房子就此出名 院子里还中有桃树 可惜啊 这一间房子里面的木雕花板